说到超胆经,我们不得不先说一说肝,在终于的观点中,肝脏在我们人体的所有葬府中犹如一个统帅三军的大将军,每日运筹帷幄,只剩余千里之外,制定中立的作战计划,而胆则是一马当先的先锋关,随时随地听候大将军的调遣,时刻准备采取行动抚平体内疾病的捣乱,正如皇帝内经中说的那样。 肝主谋虑,胆主决断,而成与肝胆相照则更是恰如其分,都说明了两者的关系,如何能改善肝胆的功能呢?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敲胆经健身法,此法真的是造福大众的妙法,胆经主要是指足少阳经,这条经络是半表半理的经脉,由于与外界并无直接的通道,所以其浊气要借长道而出。 所以有人敲胆经后排气多了,大便颜色也深了,便说明肝胆之毒从肠道排出,是身体好转的表现。 要想使敲胆经收到更好的效果,一定要注意一日三餐饮食,要有规律。 左膝时间也要有规律,胆经上一共有44个穴位。 我们在这里介绍几个常用的重要穴位,用好它们,我们的身体足可以健康无忧了。 一、风持穴,位置。 风持穴位于颈部而后发际下到窝内侧,每天坚持按摩双侧风持穴,能十分有效的防止感冒。 动作步骤,脚握在床上,双手食指自然开张,紧贴枕头上,一两手的大拇指按压头部两侧的风持穴,用力上下反复推压。 肖感酸胀,每次按压不少于三十二下,多多益善,以练习者自己感觉按摩出发热位移。 按摩风持穴除了能预防感冒来,还能头痛,头重脚轻,眼睛疲劳,颈部酸痛,闹疹,湿眼和宿醉等不是症状。 按压时,如果没有感冒先兆,那么酸胀感不会太明显。 一旦酸胀感很明显,说明这个时期非常容易感冒,更要沉于按摩,且较大按摩力度,当出现感冒症状。 如打喷屁,流鼻屁时,按摩也有减缓病情的作用。 二,日月学,位置,该学位于人体的上腹部,乳头正下方的肋骨和肚子交接处,七门学之下,第七位间隙中,或入头直下,第七位间隙,前正中线膀开四寸。 动作步骤,取学时刻才用仰卧的姿势,伴随着缓缓吐气,用指腹在此学位零压六秒钟,重复动作三十次。 如果力量用得大一些,效果会更加明显。 此学是人体租少养胆经上的一个主要学道,按摩该学可以防止肌肉老化,增强性能力,能协助肋疼痛,对呕吐,吞酸,黄胆,肚胀,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 三,风是冰学,位置,位于大腿外侧的中线上,单股横门水平线上七寸,风是历来被古代大一定为一级保护学位之一,另外两个学位是后脑勺,下的风符合进背部的风门。 简便定位法,直立,手下垂鱼体侧,中指指导所到处即逝,动作步骤,双手自然张开,食指敲击风式学十到三十次,也可以从后脑勺沿着脖子按摩到背部,每天早,中,晚按摩三次,有利于其高免毅力,驱除风险,按摩此学位可以用于半身不随,下肢未必, 骨外侧皮神经通,胶病脊脚气的合宝剑,也可以各种皮肤扬整。 四,扬学灵学,位置,位于右大腿的膝盖附近,动作步骤,双手十指推开,只要该学十到三十次,食问约为十分钟,多按这个学位可以预防感冒,还可消除伤类的疼痛。 五,光明学,位置,位于人体的小腿外侧,但外怀肩上五寸的地方,肥骨前缘,动作步骤,双手十指摊开,鸡压此学三十次,除了消除局部腿痛晚,对眼睛疼痛,眼盲症,脸肿,下肢酸长也有独特的功效。 四,将光明学,搭配肝鱼学,肾鱼学,风驰学,木窗学,堂肩学,可以防至青光叶和早间白内障。 六,胆囊学,位置,位于在小腿外侧上步,当肥骨小头前下方凹见处,胆经阳林全学直下移到两寸,压通曲学,这个学位属于静岸奇学,按摩此学可以还借胆囊炎,胆食症,胆到回重症,胆小痛, 等胆到疾病,腰腿痛,下肢尾壁,胸鞋痛,慢性胃炎,口眼挖鞋。 七,求须学,位置,位于足部外怀的前下方,至长身肌见的外侧高见处,此学是人体足少阳胆经上的主要学位,堪称宝燕奇学,支压求须血量法。 一,使头脑清晰的支压法,先将肌肉放松,一边缓缓吐气,一边强压六秒钟,重复动作十次,有效缓解头部疲劳。 二,稳定情绪支压法,支压时一面吐气,一边缓,用手早劈打,重复该动作三十次。 止痛效果强,每次按八分钟,该学止痛效果变强,十分钟内可解除产妇供缩痛,还可致父女痛经病,乳腺增生。 上环后不是等不良反应,该学还有强壮腰腿的功效,对腰椎病与瘫痪病有配合医疗作用,对男性疾病如前列腺炎等也有疗效。 多按此学可以帮助我们头脑清晰,情绪稳定,增强心理承受能力,去除疼痛效果齐佳。 另外,足部的玄中学可以老整,儿祖灵气可致顺韵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